另外来关心开到新竹县政府出现了交通旅游处处长 不过现在说被是爽差吗 怎么回事呢 去年252天的工作天 光是出差就有236天 时机在府内上班贴数只有区区16天 半个月多一点点 那么新竹县议会副议长直接炮轰 那么人事处说已经把人这样子改掉天运学校 这个出差啊 236天啊 处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真的怒了新竹县政府里竟然有员工一年出差236天 这让新竹县议会副议长陈建贤在议场上开重炮 只要是因工因为为了改善交通而出去了 基本上我们大概会希望他们到现场去看 遭到点名的交旅处处长赶紧跳出来灭火 因为这名县府官员任职在交通旅游处 根据副议长的说法 去年252个工作天出差236天 而实际在县府内上班的天数只有16天 这让陈建贤在议会之上炮轰是怎么一回事 仔细解释就怕讲得不清楚 却是连人事处也牵扯进去 我们人事处也做了一个总检讨 那以后呢我们都会对于频率高的 都会主动的通知各单位主管 能够提醒各单位做一个改进跟检讨 人事处说是要通盘检讨 一当证明同仁降职 改掉偏远学校担任干事 目前正会同正风处追查有无违法问题 接着颜日荣新出报道